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 J.Solomon 是OneGuard的地产经纪 又到了每个月的Market Update时间 在过去4月份 OneGuard的地产市场可以说是非常刺烈 无论是放盘数量和成交数字都升了 而放盘数量更加打破了历史记录 在过去两年我们从来没试过 在市场上有超过12000个盘放盘 你说是否很厉害呢 简直是一个纪录 但成交数字好像又追不上 到底反映了些什么呢 在这个视频里我会和大家看看数据 和分析一下未来的市场会如何 亦会和大家更新一下 我们BC省的多聘屋政策 Multiplex最新的消息 Bernaby成为第一个城市 更新了他们的多聘屋政策 这个视频我们看到最后 我就会和大家更新一下 它最新的情况是如何 好了在看影片之前 麻烦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like和share我的影片给你的朋友 你的支持对我们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看看四月份大温市场的成交数据 四月份我们总共有2831宗成交 比起上个月多了17% 而放盘数量有12491个 这个是一个历史新高 过去两年都未试过有这么高的放盘数量这个数字 比三月份升了18% 基准价是1205万8千 而比上个月升了0.8% 全货月指数MOI就是4.4 和上个月是一样的 这个数字反映了温哥华地产市场 现在是一个平衡市场 即是说没有说买家有点 又或者是卖家有点 因为是一个平衡市场 我们看看成交对比 独立屋在四月份卖了814间 townhouse580间 而apartment卖了1416间 整体都是上升的 全部成交数字都是上升了17% 我们再看看不同物业种类的放盘数字 独立屋有4636间 比上个月多了两成 townhouse1872间 比上个月多了18.5% 而apartment是5449间 比上个月多了16.6% 这个成交对放盘的比例 整体上是23.5% 即是说平均大概每四个盘 就有一个卖出 独立屋是17.6% 即是说平均每五至六个盘 就有一个卖出 townhouse是最好卖的 31%平均大概每三个盘 就有一个卖出 而apartment就是26% 大概是每四个盘 就有一个卖出 好了我们看看基准价了 但独立屋就是升得最厉害了 最新的独立屋基准价就是204万 比上个月是升了1.6% 而townhouse是112.7200元 比上个月升了1.3% 所以condo可以说价钱是逆时下跌了 今次我加了一个新的数据给大家 就叫做平均上市日数 英文就是days on market 这个数据是很有用的 尤其是当你想要卖楼的话 这个数据是可以给你参考的 独立屋在四月份 平均上市日数是32日 townhouse20日 apartment condo25日 我再说多一点关于这个数据 是什么意思呢 独立屋是32日 即是说如果有一间屋要卖的话 你由挂盘到你收到offer 是大概32日的意思 而townhouse就是20日 而condo就是25日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假设你一间独立屋是卖的 由你上盘到现在已经超过32日 因为32日是一个平均的上市日数 已经超过32日了 但你依然是一个offer都没有收到的话 如果你的经纪是专业的话 他应该就是这个时候 要跟你谈谈谈 如何去调整一下他的市场策略 又或者在宣传和定位方面 需要调整一下 让你可以追回市场上的需求 同样地townhouse和apartment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平均上市日数 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数据 数据就看完了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市场上看到第一手的情况 有几点我想跟大家谈一谈 第一件事就是市场上很多盘 真的有很多货 可以选择 无论是楼花市场也好 或者是二手市场也有很多选择 因为我们有超过一万二千多个盘 在过去两年来未试过 所以在买家的立场来说 当然是好 有这么多选择 在买家的立场 在业主的立场 又怎样呢 可能要等久一点 要给多些耐性 那样 同样地 那个价钱的定位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如果你是稍为 叫得 那个价钱是太高 偏高的话 你都要在市场上 拜得久一点 至于在买家方面 因为市场上多了选择 那现在最好的时候 就是出去看多些楼 做多些比较 那你说会不会是因为市场多了 选择 那么价钱会是向下呢 又不是 因为有些盘是地点好 间隔好 楼宁 楼宁比较新一些的盘 其实一样是multiple offer 价钱都不是便宜的 因为整体上大家都见到 正下数据 那个基准价呢 其实是每个月都上升的 对吧 那只是市场多了 那可以比你选择是多了 那让你可以在那个 计划里面 去选择到一个 最适合和你最喜欢的盘 好 第二样呢 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 现在的市场里面 买独立屋的人 是多了很多的 而condo相对地 就是没那么好卖 好像是他们上市的 平均天数 平均天数 都是比之前是久了 最主要来说 是因为 最近市场上 有些发展商的楼盘 之前的楼花 最近是成交了 可以成交了 那一时间呢 市场就多了很多 condo的供应 而且再加上 又有楼花转让 所以变了来说 买家真的多了很多选择 所以相对地 condo暂时来说 就没那么好卖 而独立屋和townhouse 依然都是非常好卖的 最主要就是 因为之前 独立屋的价钱 真的偏低 所以现在的人 就是说 可以觉得 哇 抵买了 现在这个时候 所以就是 入市的人 就多了 而且他供应 也没有说 condo那么多 所以最近 就真的多了 人是买独立屋 而且有很多 住在townhouse的朋友 都是想upsize 去独立屋 因为看到 townhouse的价钱 跟一些独立屋的价钱 不是说真的差太远 所以就有些人 就打算upsize 另外呢 当然也是受惠于 我们BC省 multiplex的program 多聘屋 刚才我们在片头 我都跟大家说过 Bernaby 就是第一个城市 最快是update 了他们的multiplex 的bylaw 我就是有他们最新的 这个bylaw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大家都会看到 他总共多聘屋 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rollhouse 就是排屋 一排的 另外就是small scale multi unit 这个就是多聘屋 他们全部都是有 每一种类型的屋 它需要多大 Lock size 还有最少里面 有多少个房 它全部都是有说明的 也是一个地积比 好像rollhouse 可以见的地积比 就是55% 至于多聘屋 如果是1-3unit 就是40% 4unit 45 5-6unit 就是50% 这些是一个比较 好像专业的名词 如果你们想知道多些 就随时可以联络我 可以和大家解释一下 另外 他们都会有 好像这些图 会告诉大家 你如果想见三个单位 你的set back 是怎样 每一个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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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距离 是多少 亦都说到给你 是前后怎么建 又或者可不可以 四个独立单位 这样建 这里全部by law 他们都写得很清楚 而最新的by law 都有说到 在Bernaby 一个single family law 是可以在四层楼高 4 storey 每一个单位里面 必须要最少有一个 是三房的单位 如果你在四至六个单位的话 你在里面 必须要有两个单位 里面是有最少有三个房 亦都有说到 每一个楼的高度限制 全部都有在 City by law 如果你现在有 在Bernaby 想知道 你家屋最新的市场价值 是多少 会不会受惠于 多聘屋的政策 那你就要 召唤我 跟我谈一下 因为很多时候 不是每一家屋 都可以受惠于这个政策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 单对单地谈一谈 每一个情况都不同 其实我们温哥华地产市场 在过去受到很多 不同的政策影响 而有改变 好像最近联邦政府 就说增值税 如果你是赚超过25万以上 原本就是50%拿来打税 现在就要去到66% 又来打税 再加上的就是 租务条例 将来也有些改变 另外的就是 这个BC省的多聘屋政策 Multiplex 那么 林林种种的改变 其实 已经是有少少影响了 无论是投资者 或者是自住的买家 他们的想法 和入市的时候 也会影响了买家 觉得我何时卖一家屋好呢 会不会是我卖一家投资的物业先呢 等钱先下了袋 很多这些情况 其实都是在发生的 而未来我自己觉得 政策陆续都会有的 而最重要就是看利息了 6月5日呢 就会是下一次利息的宣布 利率的宣布 到底它会不会加息呢 这个呢 都是大家在等着 等了很久 都是想去减息 但是这些事情我们控制不了了 那未来呢 正如我所说 亦都会有很多会变动 这个也是一定的了 好像我们11月 就会有我们的 BC省的选举 接着是美国大选 明年也是我们 加拿大的总理选举 所以未来呢 我都会觉得 很多政策 会出台都不顶 大家就要密切留意 我的market update 我会将最新的数据 和最新的市场状况 和大家分享 今集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资讯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你subscribe我的channel like和share我的video 给你的朋友 下次见啦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的video subscribe我的channel 让你随时都可以收到 最新的温哥华地产资讯 和最新的楼本资料 下次见啦 拜拜